如果你想了解最實用的股票街技巧和最新的版塊知識 就立即訂閱我的頻道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lla 今天會和大家說說新能源車 最近有關新能源的新聞真的多到看不完 很多科網巨頭 例如蘋果 微軟 百度 騰訊 阿里巴巴 這些巨頭全部都說要做新能源車 所以看來電動車的賽道似乎越來越擠迫 究竟這些科網巨頭的加入 對原有的市場玩家 例如蔚來 特斯拉 小鵬這些 會不會有很大的衝擊 今條影片就會和大家說說 好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開始吧 這條影片分三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 新能源車發展的趨勢 第二部份 為何做新能源車的成功率期低 第三個部份 新參與者對現有市場的影響 和談談2021年的投資靈感 首先 先說新能源車市場的發展趨勢 回顧去年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響 全球新能源車的銷量增長大幅貨幻 但在下半年 全球電動車的銷量開始強力反彈 最主要是有三個利好因素 一是國家嚴格執行這個排放標準 二是電動車的售價下降 第三就是充電輛逐漸普及 根據Inside EVs發佈的統計顯示 單在乘用車的領域中 全球新能源車中 即可插充電裝充電的車型 在2020年11月的銷量第一次超過40萬部 按年增長133% 創近8年以來的新高 而市場份額達到5.9% 創下了歷史新高 根據Deloy & Touche的研究指出 預估全球電動車在未來10年複合年增長率 將達到29% 電動汽車的銷量由2020年250萬部 增加到2025年1120萬部 2030年將達到3110萬部 而彭博寫預估 去到2040年 每10部買出的新車內 就會有6部新能源車 至於為何新能源車的成功率會這麼低 其實造車的勢力可不可以立足 需要過三關 首先就是資金這一關 其次就是技術發展這一關 最後就是品牌這一關 頭10年的你需要資金 之後那10年你需要有一定的技術實力 而30年你就要成為一個可以站得住腳跟的品牌 而2020年以來 電動車都擺脫了買一部蝕一部的困境 而未來小朋友理想汽車 這三間公司都實現了無利率轉證 而Tesla又破產的邊緣 2019年跟公司要裁員、關閉門市 甚至是有傳Tesla結局到要限制廁所的廁所供應 Tesla的股價在2019年由高位跌了接近一半 但它熬過了產能地獄的低谷後 2020年大翻新升了743% 今年1月Elon Musk更加以1948億美元的身家 造低了亞馬遜的背左絲 登上了首富的寶座 你可能覺得2020年Tesla升了743% 已經非常誇張 有另一隻電動車股更加誇張 到底是哪一隻呢? 給3秒時間大家猜 到底是哪一隻呢? 答案就是衛來汽車 其實在2020年 除了在Tesla翻新的一年 亦是中國造車勢力 經歷了大規模淘汰 迎來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上一輪造車的熱潮中 本來有近50個電動車品牌 但試過境遷 現在只剩下幾個 當中有衛來理想小鵬 這三間他們都是由全王邊緣徘徊過 捱過低谷後 三間公司的發展走入直路 而他們的股價、市值和銷量都一直飆升 可能大家覺得奇怪了 電動車不是大家想著參與的賽道嗎? 為什麼電動車的傳媒率會這麼低呢? 最主要是有兩個原因 首先電動車是一門對資金、應用、研發、生產等 要求極高的產業 而衛來的創辦人李斌 是中國第一批網絡人 本來他就是出行教父 富可敵王 但在2019年底 衛來輸了超過100個億 月銷量只有幾千部 他的錢可能撐不到他一個月 當年被人說是2019年最慘的男人 而現在試過境遷 李斌就感嘆 沒有200億就不要造車了 而小鵬汽車的創辦人何小鵬都說過 以前看別人造車 覺得100億實在太誇張了 現在自己造才知道200億也不夠小 其實200億人民幣聽起來很多 但原來200億人民幣 只是電動車生意的入場券 事實上已經有些知名企業 燒了200億也沒辦法成功 2016年Dyson攝資25億英鎊 即是大約人民幣218億 正式啟動了屬於他們自己的電動車項目 沒錯 就是賣超級貴的風筒和風扇知名的Dyson 那間公司由Infinity、Aston Martin、Mercedes-Benz等等的全球頂尖車企 招募了很多人去造車 那時候大家都覺得Dyson很可能成為下一個Tesla 可惜在4年後 2020年5月Dyson突然取消了這個造車項目 Dyson的創辦人James Dyson 他承認 就算他在整體的開發過程中非常努力 但依然看不到他在商業上的可行性 至於另一個失敗例子就是弗拉大未來Varade Biltre 簡稱FF FF是樂視的解約庭在2014年創辦的 當年這個項目就是科網界的焦點 不過自從這間公司成立以來 他的資金就比較緊張 而2018年與恆大集團分走之後 公司的資金問題就更加麻煩了 之後就是幾百名員工被裁員或有價 2019年,假約停申請破產 而這個閃亮的電動車項目就好像藍波一夢 不過在資金的問題上 相對未來小鵬這些先行者 蘋果、微軟或者是騰訊等科網巨頭 就擁有紅厚的資金 同時為了分散風險 傳統車企會找其他實力和紅厚的夥伴合作 例如吉利找了騰訊和百度合作 上戲就和阿里巴巴合作 其實接觸和捕捉終端消費者 是傳統企業的弱點 而在移動互聯網的時代 怎樣去接觸用戶 做好用戶體驗 是百度、阿里巴巴等等的 互聯網巨頭的優勢 所以整體來說 第二輪的新造車企業 資金紅厚 在用戶渠道上比較有優勢 生存的機率相對也比較大 好了 說了這麼久 到底這些科網巨頭的介入 對Tesla、蔚來這些原本的市場玩家有沒有影響 我現在就來說說我的結論 其實我跟你說 沒有影響 絕對是壓力 因為這些新的參與者 他們不是流羅 他們是蘋果、騰訊、Microsoft 這些超級巨企 所以對現有市場玩家 絕對不是好消息 但我相信現在的市場 還未由增量市場賣入全量市場 即是用人話說 我覺得還未把和 因為在第一段都跟大家說 整個市場增長得非常快 所以目前來說 Tesla、蔚來這些 大家拿著都不會有特別大的問題 只不過大家在投資思路上 我會建議大家 除了可以投入多些不同品牌之外 還可以在新能源車的產業鏈上 找多些不同的潛力股 至於我自己本身 也有投資新能源產業鏈的不同公司 例如是新能源電池公司 光學雷達公司等等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整條產業鏈 找一些潛力公司 當中是有很多不錯的公司 如果大家對整個新能源產業鏈有興趣 想我和大家分享多些股票的話 大家就在留言區和我說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多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今次的分享 按下小鈴鐺訂閱我 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 最新的財經資訊 和最實用的股票加日記憶 如果你想學一些 終身受用的核心知識 和得到我進一步的協助 可以按Subscribe 旁邊的Join加入會員 下次上傳影片的時間 會在星期六 我們下個星期六見 拜拜